中国船舶海运等行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靠的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 而不是什么歧视性的贸易手段 国际社会应当坚决抵制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 污蔑抹害他国 干涉他国内政 打压他国企业 遏制他国发展的错误行径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TikTok完全按美国的法律注册 经营合法合规 接受美方监管 美方却千方百计动用国家力量对其打压 不禁要实施禁令 甚至还要强制剥离 一个标榜言论自由 自诩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 却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企业 这才是真正的具有讽刺意味 我记得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不久前公开表示 已经投入更多的资源对华开展情报活动 你刚才提到的相关的报道 和伯恩斯局长的言论相互呼应 也再次证明 美国常年有组织有计划的散布涉华虚假信息 这已成为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重要手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